首先开机,开机界面是开始采样,数据查看,仪器设置,联机通讯和关机 首先是开始采样,进入点OK 进入来以后是构建名的选择 一般我们就是输入自己想数的构建名就可以 然后是迸送,是否迸送 选择或者否 统一曲线,这个是必须要选择的 点选择键,输入一般的话是输入统一2011,点确定,OK 然后摊画深度有平均全部和全部0 这个是根据当前的工况进行选择 一般的话我们选平均 然后是一个强度等级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完以后呢,我们用OK键 选项键,也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钮 然后进入测区采样 测区采样以后呢,点确定,OK键 然后进入设置 有这个删除最末回弹值的设置 然后是胶柱面,左右键是侧面,表面,底面 还是这个进行选择一般 然后这个弹地角度也是需要进行选择的 然后就是摊画深度 这里是可以就是这个左右键进行选择 剩下就是仪器的设置了 这些就是比较简单的根据当前的工况 然后这个点返回 这个位置上就会出现您刚才设置的这个参数 然后进行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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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钟 10分钟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3分钟 1分钟 1分钟 第一测区打满16个点以后呢 它会自动跳到第二个测区 也就是这个界面 如果我们只想打这个16个点 就想测结果的话呢 我们点返回键 还是这个 这个机器院这个键 返回两次 然后 它好像深度是刚才我们已经录入过的 所以就不要管它了 然后就是这个第三项 计算结果 我们点确定键 点确定键以后呢 这个计算结果就会出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 点这个右下角这个OK键保存 这样我们刚才谈的那个16个点的测区 就已经保存完毕了 然后我们这个想要查看数据的话呢 这些就是参数 也是根据你当前的工况进行选择的 保存单件构件以后 我们就点这个退出键 然后就返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界面 有一个数据查看 点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测试的这个 呃 勾件 嗯 它这个计算以后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后续应该是CMP 我们点确定 这是当这是刚才我们测试这个计算结果 如果你想看这个具体16个点的这个 呃 情况的话 我们点这个详情 这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16个点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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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